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徐智林 今年66岁了 从43岁的时候开始健身 一直坚持到现在 先活动活动关节和筋骨 最初开始健身呢 是因为当时的身体出了健康问题 那个时候不只是山高 连上下楼梯都有问题 当时就想为我的健康做一点事情 就是开始健身以后呢 身体就越来越好 记得有一次和太太去巴厘岛旅行 当时呢 这个遇到很多老外 她也邀请我跟他们一块在海边玩 但是当我告诉他们 我是中国人的时候 他们都很惊讶 因为在他们的西方人的眼里 好像觉得中国人都不爱动 我觉得呢 我更有责任去推广和践行 我们现在这种健康的这种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 我还是鼓励中老年的朋友们 多做一些适度的运动 人上了年纪啊 骨密度和肌肉量都流失的很快 关节也会失去支撑 所以大家平时要注意补充钙和蛋白质 还可以补充安糖润滑关节 中国啊 有一句古话 一个甲子呢 是六十岁 六十岁以后又从零开始 现在的我 比以前 更加敢说敢做 也更加珍视自己的身体 立足于自己 变得更好 玩出了我的新人生